昨晚 電影《南方車站》的聚會 在北京舉辦了首映試 導演刁易男主演胡哥 廖帆等人 現身欲熱 片中 胡哥實演的底層小人物 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胡哥精湛的演技 更是折服了到場駐鎮的 吳京和張魯伊 電影《南方車站》的聚會 講述的是 偷車團伙頭目周澤農 應意外殺害一名警察 在重金懸賞下 走上逃亡之路 艱難尋求自我救贖的故事 片中 胡哥扮演的是 底層小人物 他覺得這是一次全新的開始 在導演找到我的那一刻 我就跟導演說 我以往的所有的表演經歷 可能在這部戲上我都用不上 也的確我覺得 這一次的整個創作的過程 給了我一次非常難忘 也非常有收穫的體驗 胡哥在片中的出色表現 讓前來現場駐鎮的吳京 感覺到了不小的壓力 演員就是角色 角色就是演員 看到老胡 你的手就在拍 為這部戲 輸出努力 中國還要不吃不喝 不眠不休 把自己逼到那個狀態裡 對 你這個不拼演技 日拼演技 讓我們有很大的壓力 這部戲 真是很棒 很棒 同樣來為南方車站的聚會 捧場的張魯伊 也肯定了胡哥的演技 我覺得這部電影裡面 破了胡哥 逼了周澤諾 當影片的第一個鏡頭開始 他出現在畫面裡 我忘了胡哥 一直到影片的最後 我看到的都是周澤諾 我特別羡慕他 讓眾人如此看好的胡哥 究竟會有什麼樣出色的表演呢 12月6號 影院見分曉